有一个统青公司 它是跟上游油脂厂来买油 这家叫做北海油脂公司 竟然已经遭到了勒令停业 真的是这样吗 有问题吗 统一集团 我们今天从进口到 如果我们真的吃下了黑心油的循环图 统一集团是哪个环节 又出了问题 把它追清楚 要追的 台北股市收盘前的五分钟 您知道吗 吓人了 爆出了173亿元的大量 强拉 转停板 急沙 跌停板的个股 多得不得了 全市长都在问 怎么回事 疯了吗 疯了吗 盘没疯 只是其中有期叫 怎么回事呢 待会专家为您抓清楚 说明白 马上为您邀请到的是波浪大师 逊哥 您好 晚安 大家好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晚安 题材王孟汉 孟汉您好 瑞涵观众朋友大家好 居士汉家建成 建成您好 晚安 瑞涵好 大家晚安 期货专家贯州 贯州您好 瑞涵好 大家晚安 诡异台北股市真的太诡异了 今天杀尾盘 大跌120点收8512点 您可知 8512是杀尾盘以最低点作收 说到了诡异 而且今天是爆量1220亿元的长黑杀下来 咱们个杀的 请看1点半前的那个5分钟 下午1点25分 关键5分钟 这一根 我刚刚有讲173亿元的大量 如果再加上盘后 是177 跟大家做一下报告 换句话说 台股收完盘之后 总共盘后多达4亿的追卖量 追卖量 不知道哦 待会专家也会说清楚 好诡异啊 所以呢 这么一跌 请看这个礼拜惨了 这个礼拜台北股市是大跌的 长黑棒 而且呢 还留了一个往下的 大的空方缺口 这一条是一年的平均成本线 52周也跌破掉了年线 而且是带量的 本周总共大跌了453点 我要问的是 请问下个礼拜呢 行情又如何 三大法人今天都在卖股票 而外资今天呢 继续卖 卖73亿元 算一算 外资呢 这么卖 总共卖的天数是9天了 卖操总金额358亿元 下个礼拜 外资的卖操恐怕会扩大吗 敌多 涨少 说到了亚洲股市今天的涨少 到底谁能够涨 请看下方的这个 香港恒生市场真不错 从头到尾稳在盘上 涨幅0.53% 因为香港金沙中国这家公司 它是做博弈的 你看股价大涨4.58% 第三季的营收大幅成长 年增3% 所以今天的港股呢 是博弈股领涨之下 那么跌多 谁跌最多 资本股市大跌1.4% 下半场 杀的猛啊 资本显示器这家公司 竟然惨赔百亿元 所以呢 从头到尾都在盘下 资本显示器这家公司 大跌8.08% 拖累了资本股市 跌到来5周来 5个月来的最低点资本股市 另外呢 杀的重的 包括了韩国股市 今天也跌得重 台积电 昨天你有看百分百就知道 法售会释出了好消息 所以我们16奈米制成提前 所以呢 提前量产 打击到了神宋 在新的股价今天大跌 百分之二点三三 因此呢 科技类股领跌今天 韩国股市下半场卖压可沉重 我们呢 何尝不是 我们更是收在最低一点 说到台北股市今天的杀尾盘 当然大家都会找什么事情发生了 还有一些个股很不一样 但是 说到的事情 今天这件新闻震撼了整个市场 鸿海办公室惊传 遭枪击 宣任时间呢 是4月28号 凌晨两点多 不过新闻事件今天 才曝光 地点就在土城总部 五楼的会议室哦 遭人连续开了六枪之多 子弹贯穿了郭董事长 郭台铭董事长 座位的前面的玻璃 警方高度怀疑 与自清案有关系 某个案问您 这个事件会不会影响到了下个礼拜 红海股价 我觉得影响股价不至于 但是这个就是因为说 之前红海很多子公司 收回扣的一个事件 有党人财入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才有这个 有人去开枪市井 做一些警告的一个意味 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这个也是半年多前的事情 所以现在其实已经调查一段时间了 其实我觉得说 对于股价的部分的话 倒不是最大的影响主因 因为整个事件还需要再做调查 不过4月28号 游标已经帮您跑道了 怪怪的 逊哥 对 说也奇怪 那个4月27号 我们回溯红海的那个时间 对台股的时候 那时候叫做核四停工 指数在8671 是一个波段起长点 对红海来说 它竟然从86块 这个位置 一路涨到113 枪级暗后 股价没跌 因为当然可能没人知道 但是一定有人知道了 那一路涨涨到113 那如今又回下来到现在了 又回到这个原点 怎么消息又出来了呢 所以但是我们去看就是说 它这个位置今天刚好跌破那个年线 难道这个消息是最后洗盘吗 今天刚好破90块对不对 对 而且快破年线 对 然后我们那个头部的测量满足点 又好像很接近 这个消息出来会不会是最后洗盘的征兆 确实耐人寻味 因为这个事情呢 新闻是今天才曝光的 所以台北股市级尾盘这么一杀 这个消息又是晚上的才传出来的 我们就继续观察假日期间 到底事件的演变 检掉调查的情况 不过说到台股尾盘的急杀 急杀股 急拉股 多得不得了 我们逐一来报告一下 看分您就知道 我们举几档例子 连帽 有没有 这样子 日圣身 跌停版哦 远熊 黑松 东连 以上所列的 我画的图没有一张不一样 都是长这样 跌停版 然后呢 拉到 拉到长停版的 来 精锐 而且图是这样 长停版 第二档 黄翔 雅炬 圆白 群义正 何等重要啊 你看 长停版 我的图都没删掉 这样 而且不是前面就拉了 是五分钟 全市长都说 疯了吗 疯了吗 台北股市最后五分钟发生什么事情了 建成 什么事 我想 我看来收盘的情况 急拉急烧 其实一收完盘没多久 我就请我们的同事 研究员 打电话去证交所问 结果后来证实证交所 没有异常的交易啊 也不是什么错障各方面 那么多的个股呢 后来呢 我们去查出来了 有可能是一家 叫新银市场高股利的 小型股的被动式基金 ETF换股 所以它是最后五分钟的 这个情况之下 它换了一些股票 也卖出了一些股票 是国外的资金 还是国内资金 国内 国外的 国外的 难怪 所以被动式基金 通常都是城市设定好的 是这样吗 它要换股 时间到了 它今天要换股 所以造成说 今天很多的中小型股 你看都不是大的哦 原版算大的 很多都是比较偏中小型股 而且有些都还是蛮知名的公司 对 你看 业绩都拉得都还不错 你看电子股里面 金元店好不好也OK啊 黑白可以赚钱啊 安全监控金锐 刚刚瑞涵提到过 拉涨金板啊 那银建股里面 这些都高股息吧 对 藏红这些都之前赚钱 股利益都很高 包括了金融股也有 那杀的呢 可能是说它未来有些疑虑 它有可能换股 像日盛生 远雄 可能他担心有什么案子 之前的官司等等 还有你看那个 1234最好背的黑松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所以它有点换股的动作啦 我觉得我一开始我也在查 到底是错障还是干嘛 结果呢 应该是问了证交所 这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 那这个后面大家传出来 应该就是换股 ETF来换股 感谢建成先帮我把这个答案 他也说传了 总之现在呢 谣言满天飞 不过那个 如果从他的资金的流向号 包括了他的操作方式 还蛮有可能的 还记得我刚刚 不是黑板有写吗 本来是173亿油 然后加上盘后是177亿 换句话说 收完盘 我们现在盘后是可以交易 买卖下单的 莫菡 超出4亿元 我今天网络看到 我整个吓一跳了 好多网友都说 赶快追啊 赶快杀啊 在盘后交易 爆出4亿 所以行情 这些个股来讲的话 其实占权重比例 比较不高 因为它是属于中小型 对啦 那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 过程当中 确实来讲 跟建成讲的 有点呼应 就是说 他们都是一些有业绩的 但是中小型 它并不是属于台湾50 这样子的一个成分 那今天来讲的话 以这样子的比例来看 我刚才有看一下 那个档数 是以涨停板的 加速多于跌停板 没错 就是说追买进去的量 它比杀出去的 档数来讲的话 还要来得多一倍 这也蛮诡异的 大盘是急杀收最低 可是急拉的个股 却比急杀的个股 还要来得多 量也比较大 这怎么解释 所以说这个来讲 比较起来就是说 它一样是在换股 但是它认为 这个地方的点位的话 买的档数 他认为比较多 讲得真好 冒汉的这个伏笔了 所以下个礼拜 大盘是不是就来到了 有些的标的 差不多了 跌得差不多了 所以才要换到买的方向 炫哥啊 一个礼拜不见 好久不见了 请上来 我真的看到周K 麻烦上个周K好不好 糟糕了 连那个52周 一年的平均成本线 都跌破掉 这代表什么 代表我今年投资股票的 炫哥啊 都了解啦 那怎么办呢 这代表说过去一年来 平均的成本 现在是陷入亏损的状态 对 所以讲起来 大家心情非常稳准 忙了一年 全部都回去了 这个 所以这个讲起来是全部套 但是呢 基本上年限 它还是往上的 年限在扣哪里 这有个箭头 未来要扣这一块 对 这一块 这一块就是未来两个月 就是10月 11月到几乎到年底啦 年限是扣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一个高点就是8439 8439 这里是8089 这是8089 也就是说 未来两个月 年限要扣减的位置 在8400到8000 你平均应该在823 比现在还高 所以这个年限 如果是以现在做标准 这个年限 未来的日子 应该还是这样 如果我们套一句 葛兰碧的八大法则 它的讲法是 只要年限向上 常多趋势不变 那常多趋势不变 它的建议有四个 因为八大法则 有四个是讲多头的 四个是讲空头的 那多头的意思是说 只要未来年限的趋势往上 它四个建议 第一 唯一的卖点 什么是卖点呢 它说 当乖离太大 意思是说 多头市场赚太多的时候 是唯一的卖点 那当然赚得多或少 是看贪心的程度决定 那当时年限在这里 那九千六 九五九三 算不算多 至少你看起来 哎呦 这关系还不小 那剩下还有三个准则 叫做买点 它是怎么说的 它说 当你只要年限向上 拉回接近年限 要买 那跌破年限 它说万一碰到年限 还是买 万一跌破年限 还是买 对不对 看你相不相信 果然币的八道法则 这你去拿教科书来看 我只是转述而已 它说只要年限向上 接近年限要买 碰到年限要买 万一跌破年限 还是买 就是这样 那意思是说 你可以从这里买到这里啦 看你相不相信 当然如果你是这样买的 你会骂得要死 买了以后没多久 怎么亏成这个样子 但是 果然币人家讲的是长限 长限你要感谢 它是金得起考验 不然搞人币早就 它早就死了嘛 对不对 怎么还会被搬出来呢 就是这是果然币的八道法则 看你相不相信 这是第一个 好 第二个我要讲的 这个M头 不得不承认 对不对 就明明是麦当劳 不得不承认 这就是M头 对 M头 这个M头它有一个 技术性最小测量跌幅满足点 这里是9014 对不对 只要计算机自己一算 9014-9593-9014 它会得到一个答案 叫做8435 这个叫做 技术性最小测量跌幅满足点 我看一下今天收盘收多少 好不好 8512 8512 8435 它说最少要跌到8435 那8435的位置是什么 我刚刚讲过了 年限 它现在能扣的最高是8439 没错 对 所以它的颈限 不是支撑在这里吗 我算过了 这个底下 就是8439底下的那个底 它有38周 这个来到这里 就是8439以上的到这个礼拜36周 意思说我38周 应该还可以抵挡36周 所以它还没来嘛 就是8439 所以M头的技术性的力量 就是它的沙盘的力量 它的力量会在8435消失了 它的意思是会沙拉震 那桌头挡在哪里 都挡在8439 好你在看日线 很吊诡的 日K 日K再看长一点 你必须要看到哪一边 好 你这样寻过来 你会发现 我们台股有两个门没关 好 这里有一个门 好 这里有一个门 空方缺口 是8333 好 但是这一个缺口可以不关 因为从起掌点跳向来的 第一个缺口 可以不关 你把这个放大 它在这个上面一点点 在上面一点的位置 在这吗 这个缺口 好 对不对 这里不是有一个吗 对 这里没关到 你知道这个缺口的高点是多少吗 8439 好 所以它这里做那个M头 它的测量满足点是8435 刚好一来回测那个颈线 二来关这个门 交代一下 好 那8333是不是一定要关 它可以不关 它关不关我没有意见 反正也没差多少 就差100点 反正有时候要关就全关了啦 对不对 关大门 没关防针棉 也不好 就全部关了 这个不管 反正这里有两个缺口是没关 但是这个是该关的 这个是你不高兴就不要关 那个没关系 第一个缺口那个是不用关的 那是今天我老实说缺口为什么要这样 我没有搞得很懂 我必须实话实说 但是就刚好在那个 所以你就看这个M头 那如果以这个是位置 那今天收在8512 那我们简单的一个逻辑 底部虽不进 亦不远 不远 刚刚讲到说可能下个礼拜还会再测一下 那今天到底那个为什么明明沙尾盘 孟汉有说可是拉的量个股却比较多 八大光股行库说明了一切 你看八大光股行库今天大买29亿元 可是买得动吗 盘是有机会上去吗 宣哥刚说下礼拜可能要再测 请看期货的讯号就是这么刚刚好 首先台子期的进口数的空单没有错 今天继续在做减少 不过减一点点108口而已 我怕的是在价差 今天的逆价差是扩大的 扩大逆价差 所以下个礼拜的盘恐怕会再跌 会再测支撑 还有一个选择权 看跌的买卖权连续几天都增加 好多好多 我才会担心 外资今天卖超变大了 下个礼拜恐怕卖盘也会再加大 所以你有乐观吗 还是觉得还是保守看待 我觉得以目前来看的话 应该还没有立即要涨的条件 对嘛 因为今天有点说 那么长一个黑黑棒 对 昨天好不容易拉一个长的下影线 所以下礼拜8501点 会不会又失手了 万一又失手 就继续回到刚才宣哥讲的 8435点那附近 我觉得这种下礼拜可能还是打底的阶段 或许跌不多 但是要攻 有点困难 为什么 还有再测的可能性 刚刚这个宣哥 建成都认为盘还没有走稳步调 简单 因为国内 食安问题事件到现在还一天一爆 今天有立委 这是国民党的两位立委 苏清泉 蔡锦隆 他们说另外一颗喂爆蛋 就是统一集团旗下的烘焙油纸大厂 叫做统钦公司 统钦公司也是跟别人买油的 到底哪个流传出问题来请上 先说台南统钦 它是统一集团的 然后跟谁买油 往上看 从日本 从香港 等等 海外 来进口油 两家公司 一个是北海 一个是 邪庆 北海油纸 我刚刚说 已经被勒令停业了 问题出在哪 因为你油 统钦买了油 一定要报官嘛 报官 因为他们买的是飼料油 通常飼料油 我们补充一下 这是民进党立委 林淑芬提供的 因为你买的是飼料油 飼料油 飼料油要报官 有两种情况 一种 你用1502序号的 这个来报官 不好意思 你要被查验 要花时间 可是这个很好 它是免关税 免课税的 可是现在 统钦 竟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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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顶星上游一样 它用了1518号的序号 来进行报官 这个 重点在这 不用管制 不用查验 可是这个要 课税6% 林立委就说 这个不用课税的 可以省钱的 你不走这个1502管道 你走个要课6%税的1518管道 因为你不想被管 不想被查 九成的化工厂 都用这个1518来进行报税 所以呢 这个立委呢 林立委才会说 既然统钦 你进的是食用油 那为什么要走一无一包的管道呢 正常的应该是右边这个 能够吃的食用猪油 然后报了关税之后呢 要查验 你要课税20% 这就是我们昨天说的海关不能说的秘密 如果你进关税的时候 你报官是用食用油 关税20% 那现在大家又省市嘛 不想被验嘛 就用那个非食用油啦 工业用油啦 6%问题就出在这儿 所以呢 有没有问题 国民党民进党立委都说了 孟汉官方也查了查的情况 目前来讲统钦 他所验出来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他是讲说呢 尚未接获呢 回报有任何的问题 那既然呢 查了之后说没问题 为什么立委还要报这样个料呢 他们手上是不是握有什么样的证据 是我要追问的哦 顶星的问题现在呢 也还在烧 你有看昨天的前线吗 顶星找了银眼梁 帮他们渡过这次的难关 难关能不能渡过我不知道 但是呢 听说找出了银眼梁 他是有内幕的 4 4